HELLO 大家好 大谷翔平在星球季终于身体健康了 这是自2018年加入大联盟以来 我们球迷能够再度看见他的二刀流伸手 他在开季的第四场比赛中 不但敲出拳雷打还标出100麦火球 但是却无法投满五局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四连战天使对白袜前三场 白袜投手群都喜欢用偏高的诉求对决大谷翔平 而且13次的对决只让大谷翔平敲出三只安打 白袜先把投手Dillon Seas 对他投出的第一颗球也是偏高的诉求 但是这次修黑就没有再跟你客气的 这一棒挥出去完全没有悬念 球飞上右外野的看台 这位穿着黑色衣服的老兄甚至还把球举得高高的 旁边的小球迷也跟着把手举起来庆祝 大家都有戴着口罩 防疫观念非常的好 大谷翔平只差一个人次 就可以获得胜头的机会 但是在5局上 两人出局的时候 却遇到控球不稳的状况 他在满类的情况 偷了一个爆头 捕手Max Stacy 整个人一位也接不到球 三类上的Liri Garcia 跑回本类 帮助球队打破鸭蛋 天使总教练Joe Madden 其实已经考虑要换掉大谷翔平了 最后他选择相信自己的子弟兵 让他继续在场上投球 没想到这次换捕手出问题了 因为大谷翔平的只差球 捕手没接好 然后想要把球传到一壘 刺杀游王Montcada的时候 还发生传球失误 捧面补位的二壘手David Fletcher 传回本类又传太高 而且在本类接球的大谷翔平 还被跑着滑壘的时候撞到 还好后来并没有大碍 不然这真的是得不偿失 大谷翔平最后投了4.2局 只被打2专打3阵7名打者 但是有5次的保送 两队战成4比4的情况进入9局下 天使靠着Dexter Fowler的安打 还有Anthony Rendon获得的保送 攻占1-2 下一棒轮到在比赛中 已经敲出过一只全雷打的Jerard Walsh 他在球数领先的情况下 逮到这颗9树麦的诉求 这球一直往中外野方向飞过去 白瓦中外野手Louis Robert 跑到警却区跳起来 球出去啦 这是一只在剑3分全雷打 也是Walsh单场的第二只红不浪 从重播画面再看一次 Walsh打到之后也不跑累了 因为他已经知道球会飞出球场 而且后面戴着口罩的天使球迷 也不看球了 他马上拿起手机 录下这历史性的一刻 Walsh回到本类的时候 甚至把头盔丢在地上 这也差点砸到大谷翔平 修黑只是想过去 用矿泉水喷你的脸而已 喷完Walsh之后再喷Mike Trout 但是被终于闪掉 终于天使以7比4击败白瓦 最后我想问大家 你觉得大谷翔平 今年会打出什么样的成绩呢? 另外你觉得他有机会得到什么年度奖项? 欢迎在下面留言 那我们下次见